时间将弥补我们的创伤 麻烦的事经过了 今天能够使你流泪的事 在不久之后就要淡忘了 你可能还记得 你小时候哭过 但是大多数都记不起当时是为什么哭的了 当我们成长了 如果有想到这一点 我们必定会很惊奇 我们是如何为了回想日间不愉快的事 使我们晚上失眠 或者如何憎恨某人 而念念绸谋报复 我们会一时间对某些事情非常生气 但是过后回想当时 就会觉得并没有需要那么看不开 这些事后心平气静的回想 能够使我们明了 我们是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 来任性地使自己不快乐 其实这些不快乐 都是可以及时阻止它们发生的 只要我们将思想 引导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论我们有什么困难 显示得有多么悲伤 时间能够使伤口复原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够采取某些行动 以避免伤害的来临 我们为什么要被其他人和其他麻烦 来浪费我们的精力 使我们不快乐呢 答案是 他们其实并没有使我们不快乐 而是我们自己使自己不快乐而已 你可能在办公室 或者其他工作场所 有些不如意的事 但是你不应该将这些不如意的事 带回家 恶化家庭的气氛 你需要确知 任何问题和麻烦 都是有解决的办法 办法就是 将自己 从自私的愿望中解放出来 和排除各种形式的混乱和无知 当我们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 来应付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有 找一个待罪羔羊来出气的倾向 我们并不准备承认自己的短处 我们感到 将错误推到他人身上 或者宅备他人 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有些人甚至很乐意地做 但是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不应该对他人表示 憎恨或者生气 我们应该安详地 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任何困难 我们应该是一个讲解决的人 每天都会有同一个影响 这是一个顺便的 优优独播剧场